最近几年有很多的报道都是指出有很多的明星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其中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人因为抑郁症而自杀,这让很多的人都感到很不能理解和震惊。 在人们的眼里所有的明星都是光鲜亮丽的,他们有着极高的工资水平和很多人的喜爱,实在找不出合适的理由可以使他们走上结束自己的路。 可是在这些明星的背后会存在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和评论影响,这些是造成他们情绪不佳的直接原因,而长期的不良情绪就会导致抑郁。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抑郁的原因肯定不是这些网上的舆论,而是他们生活中的压力和孤独,也因为引发抑郁症的原因不同。 所以各种抑郁症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不同,失眠抑郁症与一般的抑郁症有什么不同? 对于抑郁症大家算是比较了解,可是对于失眠抑郁症应该还不熟悉。 失眠抑郁症主要表现是睡眠前伏期缩短,并且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质量会下降,特别是后半夜的睡眠质量。 病人经常在凌晨两点多左右醒来,而且之后就很难睡着。 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些具体的失眠抑郁症的症状。 一、在早晨起床后不能及时的恢复经历,自己会感觉处于懵懂状态,思维能力不清晰,在工作学习的时候容易头昏甚至直接磕睡。 二、患者在脑海里会反复出现一些大有消极情绪的事情,比如不愉快的往事或者令人烦恼的前途问题,心里总是没有安全感。 三、出现注意力不能集中的情况,在工作和学习的时候,总会因为疲劳而常常走神,而且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并且自己很难控制住。 四、可能会有认知功能受损等问题,长期以来就会发现自己的工作与学习能力下降,并且在记忆率方面也会衰退,感觉自己在提前步入老年阶段。 五、在夜晚难以入眠或者好不容易睡着了却,会常常出现凿醒等严重的睡眠质量问题。 六、失眠抑郁症患者的食欲一般都是不好,会经常性的出现便秘,当然体重就会下降。 七、一般抑郁症患者常常有的情绪,对于失眠抑郁症患者也大多悲观,一般主动与人沟通,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 八、患者常常会感到一些身体的不舒服,特别是咽喉和胸部,这些部位容易发生紧缩感,导致出现头疼等症。